既往不救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幽图笑谈 成语篇 第七十五集 事宜 对过去的错误不再追究责难 语出论语 八译 点缘 论语 八译 挨公问舍鱼载我 载我对曰 夏后世以宗 因人以国 周人以利 曰 使民战利 子文之曰 成诗不说 遂诗不见 既往不救 诸解 成诗不说 已经做过的事 不便再解说 见成诗不说 遂诗不见 对于已完成的事 不便再挽救 碎事 已经完成的事 就 责怪 追究罪过 典故说明 春秋时 孔子有个学生名教宰我 能言善道 有一天 乳公问宰我土地神的牌位 要用什么木材比较好 他回答说 可以参考古人的做法 像夏朝时是用松木 殷商时期多用薄木 而周朝一般都是用利木 意思是要让人民战利 通利 孔子后来听到宰我这番话 觉得他随便猜测古人的用意 毫无根据 十分不妥当 就说 已做过的事 就不便再解说了 已经完成的事 也不便再挽救 而对 已经过去的事 更不便再去追究是非 意思是要在我说话小心 对没有把握的事 不要乱加一策 既往不救就是 出自典元文中的一个成语 表示 对过去的错误 不再追究责难的意思 用法说明 一 过去的恩怨 我们就此既往不救 从今以后依然是好朋友 二 我们就此既往不救 从今以后仍是好朋友 三 只要你能够诚心改过向善 我们是可以既往不救的 四 戒严时期 到处可见匪谍自首 既往不救的标语 五 对于知错能改的学生 校方本着既往不救的精神 不再给予储奔 六 你这只是小错误 只要能悔改 学校必然既往不救 给予自新的机会 七 既然他已承认 并改正了错误 我们站在鼓励向上的立场 就既往不救了吧 八 知过能改 善莫大焉 所以大家才会以既往不救的心胸 原谅你过去种种不是 既往不救 表示对过去的错误 不再追究责难的意思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YouTube笑谈感谢您的观赏